各位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示范做一个 歌连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萝卜糕 我的名字叫盘满盘满, 拿去的好好意头 大家做起来也不是很困难的 而且我的料是很足够, 吃起来就特别好吃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萝卜, 大约是一公斤重的 多一点少一点不要紧 首先我们拿起来, 洗净了, 切头切尾, 接着就批皮 今天我们会将萝卜一半刨丝, 一半切条 吃起来就有萝卜的质感 我们首先要将半个萝卜切一片片 切完一片片, 我们就将这一片片 用两支竹签在中间插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切粗油 大家切起来就很快, 而且不会切斟自己的手 好了, 我们切完这些条状, 另一半就刨丝了 刨丝了, 大家看看, 整个缝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将这些萝卜放进锅里, 准备煮 但我们放进锅里, 不妨试一试 因为一公升的萝卜, 通常会有250毫升至300毫升的水 如果大家发现不够, 就要加上去 好了, 到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准备材料 好, 其他材料呢, 我们首先要准备 蠟肉30克, 这些蠟肉我们蒸熟了, 就容易切很多 我们先把它切一粒 接着也要准备三条的蠟肠 蠟肠也是一样, 蒸熟了来切, 也是切粒 切完粒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虾米了 我们用30克的蠟米, 如果是蠟米的话, 就可以不用切太碎 或者整只都可以, 大家就等自己的喜好 另外, 冬菇呢, 我们用三只, 亦都要浸水 大概要浸8个小时左右 但是冬菇水, 千万不要浸, 我们留下来用 也都是用来切粒 切完粒之后, 就轮到瑶柱了 干瑶柱, 我们也用三粒, 亦都要浸水超过8个小时才行 浸完之后, 我们用刀 慢慢地搓它, 搓它就会变成丝 不需要用手撕得那么辛苦 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锅里爆香 爆香锅里, 记住, 不需要放油 因为我们的蠟肉和蠟肠先放进去 就会自然有些油走出来 我们爆这个步骤, 不需要爆很久 我们用中火, 爆它大概几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一分钟左右, 把所有海味放进去 一起大炒乱 炒完之后, 我们就放一个汤匙的花鸟酒 放了酒之后, 大约一分钟左右 我们就准备粉浆了 那些粉浆, 我们要怎样做呢 首先, 用了浸冬菇, 浸光鱼柱, 虾米的水 全部倒进去, 大约有250毫升 然后, 加入半茶匙的鸡粉, 半茶匙的盐 以及四分三茶匙的胡椒粉 然后, 开了搅拌机 然后, 慢慢倒进去, 加250毫升的芝麻粉 然后, 搅拌机 这个步骤, 大家都可以用手搅拌也可以 不过, 我就喜欢用机 好了, 在锅里的萝卜, 我们就要煮熟了 不需要煮熟的, 大约半熟 我们就可以了 半熟之后, 我们就要把火收到小 然后, 将粉浆慢慢倒进去 因为, 满火倒粉浆会焦的 所以, 大家要小心一点 尽可能不要让它焦 火锅很小 然后, 将萝卜不断煮 直至粉浆均匀就可以了 好, 均匀了, 均匀之后 我们就加上四分三的材料 因为, 四分一的材料我留下 最后, 铺在表面上 所以, 我们不会用光 将海尾的材料倒进去 不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就是这样的形状 记得, 落底没有水 不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我们, 亦都要准备这个 2公升的高盘 好了, 准备了2公升的高盘 之后, 我们就整个萝卜 粉糕放进去 然后, 慢慢扫平 扫平之后 就可以将其他的材料 又再放上去 出来就很好看 真是好影哲 整完之后 我们就开马铃 大约我们会蒸1个小时 所以, 你要肯定 在锅的水有2公升 否则, 中间要加水 我们就放萝卜糕去蒸 好了, 蒸完之后 大家不妨看一看 完成了的盆满萝卜糕 如果大家用来送礼的 一定赞不绝口 而且材料又足 味道又好 做起上来 又不是很困难 大家不妨试一试 再见 再见